陈绍商怒气冲冲地赶走林布宜后 心里空落落地 正想着该如何找台阶去与林布宜和好 坏消息就来了 陈绍商心乱如麻 脑袋里嗡嗡作响 亮翘了几步 台腿便坐上了马车 直奔皇宫 赶到时 文帝正当众贺道 要把林布宜流放 陈绍商腿一软 直接就跪倒在了地上 求文帝开恩 让他随林布宜一同流放 林布宜转头 看着瑟瑟发抖的陈绍商 分不清他是出于同情 还是出于爱情 陈绍商一向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今日 若不是因为林布宜 一定要为陈绍商出头 当着御史台大人的面 把真谷绍商的女眷 他爹给打了 陈绍商会和林布宜共进退吗 林布宜眉头微醋 他可不需要陈绍商的同情 自从皇帝次婚后 陈绍商和林布宜的关系 看似亲近了一些 却始终还隔着一层窗户纸 林布宜很多次都想要再往前一步 温一问陈绍商到底爱不爱自己 可他却不敢 因为他害怕被陈绍商拒绝 更害怕陈绍商 迫于压力编造谎言 文迪看到陈绍商决议 要与林布宜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一时间就消了怒火 作为KCP的头子 文迪决定帮林布宜 试试陈绍商的心意 文迪清了清嗓子 道那就罚林布宜 领五十个板子 外加写一份回过书吧 说吧 又使了个眼色给三皇子 三皇子领会了父亲的圣意 自然知道这五十个板子 不过是演戏 可陈绍商却坐不住了 曾经 萧元一只打了他十个板子 陈绍商就已经痛得快要死了 五十个板子 要是真挨了下去 那林布宜 岂不是要一命呜呼了 陈绍商急了 急得朝三皇子扔十子 急得大喊大闹 你们别打他了 打我好了 别打了 别打了 陈绍商的愤怒与害怕 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 那一刻 陈绍商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早就爱上了林布宜 只是嘴硬不愿意承认罢了 一 陈绍商自幼被母亲丢在城府 由重男轻女的陈老夫人 和服黑手毒的葛氏抚养 十五年来 陈绍商严重缺爱 从未体会过半课亲亲温暖 他不懂爱 也不会爱 甚至为了能活下来 还要让自己的心变得坚硬 十五岁时 陈绍商终于盼回了 朝思暮想的母亲 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有妈妈疼爱了 却不曾料想 萧元一根本就看不上他 在一次次的失望中 陈绍商不再对萧元一抱任何幻想了 于是 他又给自己的内心穿上了一副铠甲 这样的陈绍商看似硬如玩石 实则柔软得令人心疼 所以 他才会答应楼瑶的求婚 才会想要随他一起外放 逃离这个令人心碎的家 楼瑶是世家子弟 心思单纯 没有期转八绕的算计 最适合从小燕烦了 可是阴谋诡计的陈绍商 楼瑶对陈绍商一见钟情 因为在陈绍商身上 有楼瑶所没有的勇敢和坚强 为了能追到陈绍商 楼瑶一路从太平盛世的地方 追到了危机四伏的华县 楼瑶简单 普时 他喜欢陈绍商 就会给陈绍商买最好吃的果子 带他去最有名的茶铺 陈绍商从未被人如此疼爱过 他和楼瑶在一起时 既不用担心被算计 也不用害怕被抛弃 活得像个天真的孩子 所以 楼瑶一提琴 陈绍商便答应了 答应后 陈绍商便强迫自己眼里 心里只有楼瑶 他跟萧元一说 我知道自己一直以来 运气都不是很好 若还要挑三拣四 错过了阿瑶 再想寻歌好的 也是件难事 况且 我与楼瑶也商量好了 将来他外放 我随他一起 如此我们也能摆脱父母的掌控 镇翅高飞 这就是我想要的姻缘 从陈绍商的这番话中 再次可以看出 楼瑶与他而言 不过是一条逃离父母掌控的万全之路 也正因如此 当文帝要和昭君嫁给楼瑶时 陈绍商才只表现出了不甘心 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男女之间的留恋之情 与楼瑶退婚后 陈绍商以为自己再也遇不到好姻缘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 林不宜却跑去求文帝赐婚了 二 陈绍商初见林不宜 觉得他满肚子坏水 不是一结交 而且林不宜是文帝的义子 深得龙恩 陈绍商觉得像自己这种小门小呼的女子 根本就高攀不起 所以 每次与林不宜见面 陈绍商都十分紧张 紧张时 心跳会加速 心动时 心跳也会加速 陈绍商一直对林不宜心有防备 即便是倒在了林不宜的怀里 帮林不宜处理建商 陈绍商也固执地以为 自己只是紧张 可爱情就是这样 在不知不觉中 就已经生根发芽了 当陈绍商嘴上说着 我与阿瑶已经订婚 不方便在与林将军单独见面时 心血诚实地为林不宜即将奔赴战场 而坠坠不安 当陈绍商嘴上说着 林将军天人之姿 我实在高攀不起时 心里却霸望着林不宜能更加坚定一些 陈绍商以为 是别无选择 才被迫答应了文帝的赐婚 但事实上 陈绍商从未曾忘记过 林不宜每次对自己的救护之情 他只是觉得林不宜一副冷面 生性坚定 不好相处罢了 林不宜见陈绍商与下了婚事 欢喜不已 可转眼间林不宜的眉头便再次拧在了一起 因为他担心 陈绍商并不是真心想要嫁给他 林不宜虽然真心想娶 却也不想勉强 憋着憋着 林不宜就憋出了敏感 多疑的性子 陈绍商在皇后寿宴上 被女娘们推下河后 他并没有去找林不宜告状 而是牙字必报的自己动手 报复了他们 林不宜听说后 心中不快 所以才一气之下 去打了那些女娘的父亲 对骄傲的林不宜来说 陈绍商不告诉自己在外所受的委屈 就是不喜欢他 不依赖他 虽然有些无理取闹 但说到底 林不宜就是太喜欢陈绍商了 所以才如此容易患得患失 可陈绍商却不以为然 也无法感受到林不宜那份浓厚的爱 刚次获纳会 陈绍商时常怀疑这段婚姻的真实性 更不知道该以何姿态 来面对林不宜 但慢慢地 陈绍商在与林不宜的相处中 渐渐感受到了他对这段婚姻的重视 也慢慢诚明了自己对林不宜的爱意 三 陈绍商是爱林不宜的 但这份爱 不足以让陈绍商丢了自己 看到林不宜被抽打的那一刻 陈绍商忽然生出一般从未有过的奇异愤怒 他觉得这个男人是他的 头颅躯体四肢都是他的 他自己都舍不得打 舍不得骂 凭什么来受这番罪 陈绍商确实心如刀脚 见不得林不宜受罪 但爱之深 责之切 陈绍商虽然爱林不宜 但他却不能接受林不宜欺瞒他 所以 即便是被三皇子骂良宝 即便知道林不宜会处境艰难 陈绍商发现林不宜要杀林是全族的计划后 也毫不犹豫地告知了文帝 正如陈绍商所说 他不只是一个人 他还有整个家族 所以 绝不能为了爱 而牺牲掉整个家族 肖元一早就说过 林不宜和陈绍商都是性子很硬的石头 遇事谁也不会退让 所以根本就不适合结婚 陈绍商自己也说过 林不宜虽然是这个世上我最最喜欢的人 可我还是我自己 陈绍商对林不宜的爱 永远是克制的 他不会因为爱 就被危到了尘埃里 或是丢了自己 在我看来 陈绍商对林不宜 爱的坦荡 爱的理智 爱的不拖泥淡水 在爱情里 陈绍商始终能保持自我 也正因如此 林不宜才会对他念念不忘 如今 心汗灿烂上部已经接近尾声 只希望在剧中 能看到林不宜和陈绍商多甜一点吧 我会想到达了 我会想到达了